在出镜长廊的展影空间 吹挂着的白色花瓣看过去相当醒目 而在泛黄的墙面上 看过去又是另一种花瓣飘落的美 而近看才知道 这都是一笔一画刻出来的装置艺术 用五月的童花雪来彰显客家文化的美感 因为你要呈现童花的话 如果你只有做静态平面 那是不足以看出童花之美 所以我们特别情商 我们的艺术家透过装置艺术 让整个童花如雪的异象能够呈现出来 在这边可以慢慢的轻轻的呼吸 去领略童花客家印象之美 这一次的主题名为 《轻呼吸客家印象展》 除了装置艺术 还结合传统客家的水墨画创作 以及陶瓷作品 甚至还有客家茶具的摆设 自然舒适的展演氛围 都让匆忙的出镜旅客愿意停下脚步 经过这边的话 因为这次主题是轻呼吸 那就会让人家觉得盲目之余 可以放下脚步来好好欣赏一下 就是可以让大家看到 就是客家文化 客家之美啊 觉得很好 就让大家认识一下 是我们台湾的客家文化 客家文物在 国际这个视觉艺术里面来讲 可能比较平常一般人 比较没有去接触到 那么这一个文物 这一个门户呢 这个通道呢 就拓展了我们客家文物 跟各位社会大众接触的一个 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 那这个机会呢 就可以让我们的客家文物呢 更拓管出去 柔和的艺术作品 在冰冷刚硬的现代化航廈中 也产生出一种强烈的对比 但同时也互相调和 在国家大门可以展现出 在地文化的美感 对于整体形象的提升 也算是不无小步 Tune4 陶瓶有限新闻 林德超 采访报道